准备300g普通面粉,加入50g玉米面 2g酵母,5g白糖,搅搅匀 再分次倒入210g35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后,加入10g油 揉成一个光滑偏软的面团 一定是要偏软的,太硬了并会硬 口感不好 盖好保鲜膜,醒发至1.5倍大 面团像这样就发酵好了 取出面团揉面排气 再搓成长条 均分成8等分 盖好防止风干 再把每个面剂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案板上都撒一些干面粉旁粘 取最先揉好的面团按扁 擀成圆饼 差不多有一圆硬币的厚度 擀好后松弛两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来预热锅 电饼盛开最大火预热,不需要刷油 很多朋友总说我烙饼又大 今天咱就无油烙饼 照样还能烙出软饼 锅温到了,再加饼 盖上盖子焖一分钟 开盖后饼已经骨泡了 翻个面 另一面再焖几十秒钟 同样骨泡上色了,即可出锅 开软软的小饼 这里要注意一下 每捞好一张饼,都要盖上食品袋 这样饼散发出来的热度 就会让饼更加柔软 全部都捞好了,软软的杂粮小饼 无油烙饼也柔软 用来卷肉卷菜都非常好吃 即使这样干吃,也非常香 浓郁的面香味,特别的筋道又嚼劲 想吃了就赶快做起来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哦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咱们明天见,拜拜 整个摄り就是照片